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卯陪卯 甲申心卫 这个女命是说 他在这一柱丁卫是他的一个空王大怨 他很纠结 到底这个空王会对他产生什么情况呢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直在帮自己找烦恼 可是实际上各位 在五行派他是不看这种东西的 五行派他一切都是回归到五行流通上面 他去找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 当你了解到这一块的时候 你就会清楚 五行派他一切以五行申克为主 所以他才不会管神煞空王公卫 这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一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他是心经生癸水克丁卤 他的地支 戊土生生经去克老木 你假如看到这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食伤有点伤 人际关系有点弱 进入了一个丁卫大运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心经生癸水克丁卤 但是他还会有一个丁卤在 地支 贵土两个生生经 去克一个老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会知道他原本受伤的丁卤 他现在回复了 也就是他的一个情绪 他的一个判断力 全部都回来了 他的地支财星更加旺了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不管是财运是好的 他的情绪是好的 甚至各位你看他的官运 就是这一个生经 有没有受影响 还没有 还土来生经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还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空王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五行派 他就是只看五行流通 所以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在这个运程里面 不管各方面都是好转的一种情况 所以应该是要好运 而不是因为空王 把一个好运全部都变成衰运 没有这一回事 就算让你空王有一点点影响好了 你应该要好运的 让你空王也顶多扣一点点分数 不可能把一个好运 全部都变成是超级大滥运 不可能的事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 自己在下自己 在这一种情况下 当然好运你无法掌握 坏运你就很惨的一种情况 很多人都是有这一种的状况 所以各位不要自己吓自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